你可知道汪子峰被杀的原因吗 就是因为他不失抬举 所以才害了他自己和一家人的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有威胁你 严大人围观多年两袖清风 家人没有跟着沾光就罢了 不要到最后连条命都保不住 删除的时候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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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出来 官府办事 闲杂人等 一律退让 蒋大人 我知道我家大大十分尊重你 故还是想先求你 慕容卿在王氏兄妹一案中 虽然嫌疑最大 但证据尚未确凿 不知可否网开一面 暂缓扣押呢 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段 慕容卿 不是个平凡的角色 倘若今日没法抓到她 他日要想再抓她 便更难 那为了完成任务 只好得罪了 动手 住手 大大 幸好其实赶到 蒋大人 我终于想通了 也找到了 真的 大大你想到什么了 已经没时间了 我们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昨天晚上 我们打开普世殿大门的时候 王浩德大哥看到我们 就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不是 可是这件事情 跟慕容卿 他是不是凶手 有什么关系啊 大有关系 因为王浩德看到我们 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尽他最后一口气 保护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他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就是为了掩饰这个 我看 王浩德大哥孤家管人 能让他进最后一口气去救的人 只有一个 就是王昭燕 这个耳环 就是王昭燕的 王昭燕并没有死 而且 他还在王浩德遇害的时候 同时进入过普世殿 这是什么味道 从药店里飘出来的 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谁叫你们逼我逼得这么紧 要是多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够将捏死我的温柔 配置成功 捏死我的温柔 就是毒害御医 和王浩德的毒药吧 真是抱歉 让大家受苦了 但是为了查清长安城的离奇命案 以及还自己清白 不得不让大家大胆施药 让大家受惊受苦 还请各位原谅 那个慕容小姐就不要客气了 本来我们大家伙 是要拼了命的来 来拼了命的来保护你的 这点小小的痛苦 算得了什么呀 谢谢各位 此恩此情慕容清明济于心 蒋大人 我买下这间药铺 就是为了要证明 普氏殿的离奇命案 跟一种奇毒有关 请问蒋大人 现在是想押我入狱呢 还是想知道案情的线索 大风 去把朝中的严大人带进感应寺内 我在朝中也有所耳闻 朝廷并不愿意掀起江湖和官府的纷争 但是如果江湖要包庇真凶的话 朝廷也一定不会放过 人不是我杀的 江湖和朝廷的纷争我也管不了 我此次只喂药 一种可以使人自杀的毒药 对于慕容清而言 也算是一种挑战 幸好你失败了 那也比有些人光说不做要瞧 慕容姑娘 我家大大做的可多了呢 要不然刚刚朝廷与江湖的对峙 梦雨怎么会出现在外面呢 是啊 狄人杰 刚刚你找到那只耳环呢 证据是你找到的 人自然也有你什么 我蒋浩尘是大理寺的少卿 不再当你的传话头了 蒋大人 有些人的问题 我未必会答 也未必愿意答 那浩尘只有不顾一切 把你带回大理寺 慕容姑娘 人杰相信你不是凶手 你未必会答的 将人杰来猜 你未必愿意答的问题 可以不回答 你只要回答你可以 可你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 好 让我们现在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 这个耳环 是我在这普世殿找到的 是王昭燕婚礼时佩戴的 他跌出喜架的那一刻 人杰看得清清楚楚 想必 也躲不过蒋绍青的一双慧眼 慕容卿 我问你 王昭燕的死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是我杀死的 但也可以说 是我救了他 一个月前 王昭燕来药王山庄找我 恭喜你啊 昭燕 天微堂是个好地方 我还听说 囚一帆是个很英俊的人呢 这 秦姐姐 求你救救赵燕吧 这里只有你可以救我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赵燕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秦姐姐 我根本就不想成婚 那个囚一帆我见过 不管别人说他怎么好 可是他在我眼里 就是一文不值 为何 秦姐姐 我真的不想成婚 张燕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比我更知道 智力再大 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秦姐姐 这门婚事不是我选的 都是我哥哥逼我的 我求你一定要救救赵燕 你让我如何帮你 我只要你 让我死 王昭燕 希望我帮助他假死 他便可以和他自己的心上人 远走大漠 再也不回中原 于是我便四处寻耀 帮他制成了可以假死的苗谷之毒 然后亲自为他圆皇 我很羡慕他 王昭燕中的是蛊毒 会传染他人 不宜留在人多之处 尽快把人抬走吧 莫莫堡 是 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 小心移到后援无人之处 千万不要揭开不骂 十丈之内 生人勿尽 昭燕姑娘 昭燕姑娘 那 那女士怎么办 这尸体 是昨天疾病死去的 我家小姐把它买了下来 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 也替我谢谢你家小姐 你赶紧走吧 我只是帮了昭燕这个忙 后面的事情 我便一概不知了 后来 王昭燕根本就没有去到大漠 却来到了普世殿 依他的武功 想要躲过守卫 非常简单 可这普世殿的钥匙 只有两把 一把在五妹娘手里 还有一把在皇宫 那 这王昭燕 又是如何进到 这普世殿之内的呢 好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 王昭燕在家死之后 为什么要来到普世殿呢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假设王昭燕一直躲在密室中 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密室所在 这密室中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还有 王昭燕 为什么来这里寻找王昭燕 王昭燕是否又真的杀害了王昭燕 还有遗方太极 是否也是王昭燕所杀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假设王昭燕就是凶手 他为什么要嫁活给五昭燕 他为什么要嫁活给五昭娘 你们进入普世殿时 可曾见过王昭燕 就算是他能进来 又是如何逃出去了呢 我们进来的时候 殿门紧闭 除了王大人之外 就只有我们三个 也许昭燕为了掩人耳目 换上了守卫的装束 在我们打开殿门的时候 他躲起来趁冷逃走了 我们当时都在救人 就没有注意到 就算是他能躲过你们的眼睛 可是为何不会中毒呢 除非就是他下的毒 慕容姑娘 这个毒究竟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过了 这毒的名字 叫捏死我的温柔 是世间至奇之毒 捏死我的温柔 我怎么学医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只能怪你学医不经 心中只有公民 传说 在几十年以前 有一名骑将叫洛弘辰 他对各项公义 天文地理 无一不经 所谓将心毒蕴这四个字 再陪他不过了 洛弘辰一生最伟大的成就 便是红尘六绝 没有人真的知道 这六件作品是什么 随着他的死去 六绝便随之消失 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后人 但我曾听姑姑说过六绝之一 便是天下至奇之毒 捏死我的温柔 一种令人猴头生出火烧之感 另一种令人双手肌肉突然收缩 任何一种都不能致命 且损用之药材 就是普通药店都能买到 所以我才能即刻炼药 但却不能像洛弘辰那样 化腐朽为神器 把用药分量和药发的时间 掌握得出神入化 第一种药 现在猴头爆发一阵剧痛 就在中毒者 双手下意识捂出猴头之时 御医 第二种药及时发作 令双手手臂肌肉迅速收缩收紧 御医 于是 御医 便出现了饿死自己的诡异情景 但最恐怖的是 捏死我的温柔 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炼的药物结晶 御风即化成无形 且随风流动 中毒者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便会毒发 而小小的一点进入风中 便足以让数十人中毒 所以它一直存放在竹筒之中 并以铜油浸泡 阻止 与空气接触 既然他毒发需要半炷香的时间 那方御医很可能再进入普世殿 等待五妹娘来之前 就已经被人下了毒 所以五妹娘一定不是凶手 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 但浩德兄进入普世殿 一个多时辰之后才毒发 这又要怎么解释 温柔 这地上的污迹是什么 是童谣 如果是这样 那一定有人在大殿内放毒 会是王昭燕吗 这有可能 但浩德兄出事时 殿门是紧闭的 外面的守卫 又怎么也会中毒 此刻也是大门紧闭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气闷 将大人 请命人拿一个发讯号的烟弹过来 好 大家注意看看四周 有没有红烟冒出 这里有红烟 看来普世殿内 是有通风的通道 捏死我的温柔 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捏死我的温柔 果然随风而动 瞻这几死 恐怕会大事不妙 狄判所 此话怎讲 试想一下 要是有人站在京城的顺风之处 将城载着捏死我的温柔的竹筒打开 那京城会怎样 长安城便会成为鬼域 若毒气飘至皇宫 那便是大唐设计的灾难 大唐计划 立刻赶回大理寺 通缉王昭雁 他身上极有可能携带剧毒毒药 若他敢反抗 立刻格杀 蒋大人 毒药可能不在王昭雁的身上 而且此案尚有诸多谜题未及 如果杀死了王昭雁 恐怕会让一切线索中断 刘刘总 现在朴石殿一案已牵涉到我大唐设计的安危 接下来就交由朝廷和蒋绍青全权处理吧 你的职责已尽 其他的不必再离会了 严大人 人杰做事向来有始有终 从未中途放弃过 狄判错 是非得意 不要再执着了 那 把王大哥 交给人杰来照顾吧 等他苏醒后 我问经事实便会离开 人杰兄 王昭雁自有御医会照料 你不必得及 严大人 当初让人杰协助查案的正是大人 而如今到了关键时刻 大人却让人杰请辞 情书人杰办不到 如果人杰猜得没错 大人要捉拿王昭雁 不但是为了设计 也是为了帮助五妹娘洗经罪行 为了不让她两日之后 被火星烧死 好想皇上交代 残千舍甚广 而且现在事态是越发严重 接下来 我们的调查 应该是宁网勿纵 我记得你在汴州对我说过 你喜欢自由潇洒 想要为百姓做事 现在朝廷很多事情 依然不太适合你 所以我命你离开 是想不让你做违心的事情 严大人 捏死我的温柔 随时可治整个城的百姓丧命 杀死王昭雁失效 若他不是真凶 却因此失去了线索 岂不是 这所有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慕容姑娘说得对 大大 严大人记得你说过的自由潇洒 莫语义记得 你在汴州跟我说过的值与不值 冒险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为什么事而冒险 任杰兄 浩尘一向欣赏你的胆识和智慧 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朝廷也有朝廷的规矩 有时候一意孤行 并不能救人 返回坏事 浩尘岂不知人命重要 任杰兄 你若信得过浩尘 便把此案交给我来处理 并离开赶野寺 请 我们走吧 狄人姐 没想到你是胆小怕事之人 缩头无归 我狄人姐只是一个小小的叛子 怎能不听两位大人的命令 若我偏要救王昭雁又如何 那你又想看着江湖的朋友 要跟朝廷作对 你 江少庆 我们对那红尘六诀支支甚少 接下来 你要如何打算 我要赶回大理寺 寻求天机堂的力量 天机堂 狄人姐 我已经给阻你面子随你处了 你要是敢阻止我去救王昭雁的话 我就杀了你 你要是真的要救王昭雁 就要听我的 先去查看王昊德大哥的病情 有办法把他救醒最好 姐姐 不要让人发现 你果真还管这事 清儿 我是和你一起寻意的 怎么会不知道人命重于一切 现在所有的玄机都在博士殿里 想要解开这些谜题 就只能靠王氏兄妹了 人姐现在要掌握更多的消息 才能先朝廷一步 照到王昭雁 可是现在城门已封 四周皆是官兵 我们又如何打听到消息呢 难道你忘了 我是安帝一大帮的帮主吗 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帮主什么帮主 敌人杰才是我们的帮主 我已经不是帮主了 就是您让敌人杰当着帮主 我们才差点跟朝廷开战 还差点 差点自己捏死 好了好了好了 都不要再说了 身为天下第一大帮 我们一定要守住信义二字 决雁 绝不能含糊 他敌人杰为我报了杀妹之仇 我把帮主之位送给他 这是信 慕容卿的药王山庄 曾经有恩于江湖 我们保护他 这就是义 大家都明白了吗 是 帮主 常乐帮是当年老帮主 临终之前托付给您的 我们兄弟为了您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却不想为了敌人杰 这样一个外人 死得不明不斑 他这到了地府里 怎么向老帮主交代 兄弟们哪 我这话都说出去了 你们让我 让我怎么收回吗 帮主 我们早已替您想好了 我们造访吧 对 造反 对 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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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好啊 帮主 就到您一行令下了 属下参见帮主 属下参见帮主 参见帮主 看你们每个人神色凝重 是不是在商讨什么大事 回帮主话 没什么大事 帮主此来有何吩咐 帮主此次前来 正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 可比之前的要凶险百倍啊 大大别闹了 这次任务也没什么凶险 只不过让你们 把王昭燕找出来而已 王昭燕 王昭燕不是死了吗 我们有要紧的事情要问他 所以就算他死了 你们也要给我去地府 把他的鬼魂揪出来 到地府去 怎么 你怕了 张正风 你现在连帮主的话都不听了 正风 愿意为了帮主 水里来火里去 就是去一趟地府 也在所不辞 好了好了好了 都起来吧 其实任劫这次前来 是想打探一下 王昭燕的消息 我 放心 你们不用去地府找 因为王昭燕 并没有死 但详细情况 我们不方便跟你们说 哦 所以 你们只需要提供消息就可以了 帮主啊 这段时间 朝廷已经封锁了长安城 我们不能妄动 我的消息信道 已经断了 除非 除非可以去城隍庙 求上那么一千 求亲 啊 大理寺 是朝廷审核各地刑鱼重案的最高机构 为了搜集情报 故成立了天机堂 由大理寺城直接草工 被朝廷视为最高机构 听闻当年太宗皇帝成立的天策府 亦是机密的机关 其中一职责 就是在民间搜集各方的资料 他们不只搜集资料 还会对资料做出分析 其中全是能人一数 鼻子并不知道鼻子 以个人身份效忠天策府 却能做到 府令一出 人人出动 来世秋缠的故事 前生早已开始 离寂寞的岁月开始 我也勇敢的坚持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从生一直跟到死 哪怕再多多迷离情深 一人亲口这世之梦 风吹动你温柔发丝 吹过云你的目色 吹过云你的目色 穿越过千秋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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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不回定至少 被山衣不离不弃 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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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归人永远永远に永远永远总 心 kingdoms中 求余小得各iet 我的心执 不忘我的心执